那天被问了一个问题 被讨厌了怎么办 我只告诉他一句话 你无法阻止别人讨厌你 但你永远可以 跟让你不舒服的人划清界限 负面情绪会传染 讨厌的感觉会传染 同样信任也会传染 快乐也会传染 选择远离心态负面的人 靠近会让你心态正向的人 真的很重要 讨厌你的人嫌弃你固执 喜欢你的人欣赏你的坚持 讨厌你的人嫌弃你性格古怪 喜欢你的人说你独一无二 讨厌你的人骂你不正常 喜欢你的偏偏就爱你的特别 所以缺点谁都有 懂得换个角度欣赏 身边的每一个人 个个都值得珍惜 世界上每个人都是优缺点并存 在乎你的人一定知道你的缺点 却会选择看见你有许多优点 然而讨厌你的人 却会使你一文不值 这种时候唯一的方法 只有淡定的转身离开 才是唯一的症结 任何时候都不要为不值得的人 不值得的是费时间费行李 你知道吗 一辈子会遇见的人分很多 但值得被你放在心上的真的很少 作家张希写过一段话 心很小 装相信的事就好 所以我说不要用你珍贵的力气 去在意不重要的人 如果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事 要是都装在你心里 那你要拿什么空间去装你的幸福 别人的负能量不是你的责任 他终着要为他的行为负责 你能做到的就是划清界限 那些恶意很恐怖 因为恶意会传染 你讨厌我 我讨厌你 你伤害我 我就伤害你 互相伤害会让我们的人生停滞不前 所以每当被伤害的时候 我有一项大绝招 就是让伤害停止在我这里就好 不要回击 立刻离开现场 立刻断绝所有联系 这就是守护自己最强大的方式 艺人蓝星梅 她被批评的时候 她说面对他人的恶意 最强大的回击就是忽略 与其花时间跟讨厌人的相处 我不如去独处 我宁愿一个人 我的心处好好再见 不复遇见你没有写到 一个人的日子 你一定能让他感到孤独 但孤独就孤独 不必轻易跟人说心事 我们常常期待着被理解 却在不断的诉说之后 换来意志半解 或是误解或反对 这种时候 寂寞的感觉只会更强烈 其实一份真实的接纳 是即使对方想成为的样子 你不认同 你也愿意支持对方 让他成为他想成为的样子 而在遇见 真正理解我们的人之前 我们也不必勉强自己 蹭哪一个朋友圈 而是可以要花时间提升自己 不要看别人做了什么 而是要专心在 自己能做什么 不要想靠着跟谁打好关系 而获取成功 因为如果你不够强大 认识谁都没有用 很多人在交际的时候 都觉得自己是蝴蝶 但殊不知他只是一只苍蝇而已 我不想当蝴蝶 我想要自己种花 当我有一片漂亮的花园的时候 蝴蝶们会向我靠近 到时候我才有选择权 我要将哪一只蝴蝶留下 哪只苍蝇赶炮 而且最重要的是 如果某天当苍蝇跟蝴蝶都不要我的时候 我也不怕 因为我永远有自己的花园 所以为了提升自己 我们必须去实践自己 想做一件事情悄悄准备好就立刻去做 远离那些泼冷水的人 否则被泼三次 你大概也不会想做了 不要再去跟别人交代自己 不要在观念不同的人身上寻找认同 确定方向是对的 做好能力范围内可掌控的部分 不要去掌控别人 掌控好自己跟自己的世界了 如果你在被攻击 你可以这样想 比你差的人才会在背后议论你或攻击你 因为站在高处的人 忙着看漂亮的风景 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嫉妒跟仇恨 就像地上的人看得见飞机 但飞机上的人看不见地上的人 所以我们一起搭飞机吧 Consert读者的影片结束 请我想问一个问题 顺便在留言区做一个统计 若今天批评你贬定你也是你 有血缘关系的父母 沟通也无效 你非常痛苦 你会选择远离他们吗 选项一 远离他们 选项二 因为是父母 所以只好继续承受 我是这样想 我们这一辈子要相处最久的人 不是我们的另一半 不是我们的父母 不是让我们伤心的任何一个人 而是我们自己 如果总是任由他人定义我们 而无法喜欢自己 我们就无法真正获得快乐 所以最后我想说的是 不要让别人的批评变成你的观念 那会困住你自己 有一句网路上的经典语度是这样说 世界上最大的监狱 就是人的大脑 走不出自己的观念 到哪里都是囚徒 我是黄山聊 这部影片是我作为自己的30岁生日礼物 看完影片记得到留言区 跟我说一声生日快乐哦 时间过来好快 我竟然30岁了 谢谢读者们一路上的支持 我会继续努力写小说 未来请多多指教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